这是刚刚买的两台软路由 然后在买软路由之前 我一直在5105还有R86s还有1135G7之间 纠结了很久 当然这其中最好的是1135G7的 无论是它的色合性8线程 还是它的主频 还是它的北桥频率 还是它的内存性能 最高支持3200兆和的内存 还是它的PCIe 4.0x2的通道 5105是色合性4线程 但是它的PCI通道数量不够多 也就是当它配置了6个2.5G的网口之后 剩下的通道数量就不多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M.2固态插槽 只是PCIe 3.0x1的通道 速度很慢 大概只有900MB1秒而已 当然这也比SETA快多了 R86s只有三个网口 所以说它有多余的通道 你可以看到R86s的固态插槽 M.2是PCIe 3.0x4的 会比乘一的快一些 R86s还有更低功耗的6W的5100版本 但是卖家说它的主频太低了 不适合搞虚拟化 而且R86s它有风扇的版本 还有潜在的噪音 还有寿命的问题 买软路由我偏好买被动散热的版本 就比如说这两款 它的被动散热面积还挺大的 比较安静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开箱 说明说明说 螺丝 这个充电器 至少这个充电器很小 这个充电器就大很多 你看 卖家还送了一个 卖家还送了一个风扇 不过我不太需要 以前我买软路由都没有这个说明书的 右边会比左边的大一圈 然后右边的是四个网口 左边的是六个网口 这一台有标配防尘网 比较小一点 这个比较大一点 然后没有标配防尘网 刚刚我去确认一下 这个是1135G7 六个网口 四核心八线程 支持两个DDR4内存 最高3200兆后的频率 然后还有个2242的M.2插槽 这个接口是PCI4.0×2的通道 PCI4.0 by 2 然后但是它通过这个小小的板子 把它扩展到2280 有点倾斜 并不是很水平 这一款就是5105了 四核心四线程 四个网口 比较便宜一些 然后也是支持两条DDR4的内存 最高3200兆后的频率 但是据说5105 它的双通道只增加容量 不增加带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然后这个M.2插槽 它是PCI3.0 by 1的速率 比这个慢很多 毕竟5105的PCI通道就不多 对吧 然后它是从WiFi 转换成第二个M.2插槽 这个我不需要 待会我要把它拆了 这个也是PCI3.0 by 1的速率 之前就是由于5105 这个固态插槽太慢了 所以说我一直没有考虑录5105 然后也听别人 吐槽5105 很多兼容性问题 或者散热问题 什么的 所以说一直没有录5105 R86s的5105 只要1000多块钱 1000上还是1500 来着我忘了 然后这个1135G7 我是1800买来的 现在我需要把这个XPS给拆了 基隆里面的一条固态 咱们先来测试一下1135G7 然后呢 这里有两条上新的8G冰内存 左边这个是敢买的 国产的 右边这个是菲律宾产的 有点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颜色有点不太一样 我手头就只有这个闲置的 Google Time 也没有其他的了 我也不想用PM9A1来做暖路由 太热了 对吧 1135G7 4核心 8线程 8MB的三级缓存 然后虚拟化技术已经打开 PM9A1也识别到了512GB 5105 4核心 4线程 4MB的三级缓存 虚拟化技术已经打开了 4MB的三级缓存 4MB的三级缓存 4MB的三级缓存